好 好 地球的 我們現在講地球吧 在這邊講也只講地球的概觀 地球是圓的 為什麼 誰知道 地球為什麼是圓的 大家懂得知道 地球是圓的 怎麼知道地球是圓的 上面有寫 那你說說看啊 你說 OK 就是往海外看的船 就是往外面開的船 那邊去圓 它越來越低 對不對 其實我剛好最近開一個引擎 叫做 達文西的惡魔 我剛剛看過沒有 惡魔 達文西的惡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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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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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門也是啊 迪門也是啊 迪門也是 迪門 他講的是心內部影 他講內心的一些糾結 就是一些信仰上的一些 什麼好糾結啊 對 非常糾結 那你去讀完他們的史 其實一剛開始 他們那些 所謂黑翻 教師 教會當初些 既有認知 都是為了 原本他們都是為了 證實 聖經解釋 教會說的 所以他們一定有他們的糾結 他們用科學方法去證明 結果就發現 但是影集上面 有寫上一些 影集上是他們直接說 我們這邊有一些秘密組織 那邊有沒有秘密組織 每個捍衛的東西不一樣 對 那因為達文西是一個 這個不釋出的天才 所以大家都去拉攏他 然後達文西有說服了一群人 給他去做海上旅行 然後他要說服他們 後來把裡面的服務官 釋放出來幫助他們 俘虜就是他們從非洲過來的奴隸 賢險的奴隸 實現顯利 非常幽默 非常幽默 然後那些奴隸呢 被釋放出來之後 達文就說 你放心我會善待你們 我對待你們 我會用那個最自由的方式對待你們 那你陪我去探險 探險完之後我就放掉你們 你們就自由著 然後可是船越走越遠 越船越遠 那服務局都開始吃完了 大家越來越害怕 到你們中臨 所以那些奴隸想說 你會帶我們到世界盡頭 他就掉下去 永不復凡 對不對 他本來認為世界有盡頭 就給H在那邊 會進去就不見了 然後達文西要說服他 他說地球C是圓的 我們是圓的 要怎麼說服他 他說我經過計算 你看到今天晚上 如果出了那個金星啊 是下旋月 就表示計算正確 所有的星球都繞著地球轉的 看得到 看得到 那時候達文西也會忘記 結果 好捨不死 那天晚上 金星出現的時候 金星長這樣 啊噢 啊噢 覺得那個 會講他們語言的那個女人 就剛剛講 大文西是騙子 大家趕快逃 然後就開始引起動暴動 然後就 那些奴隸就 又要逃 然後又大家來查區 後來那些奴隸就被關起來了 被關起來就要奴隸 他說其實我計算錯 所以我突然 拿家門拿來看 仔細再看 突然發現原來不是 星球不是繞著地球轉 星球不是繞著太陽轉 他們認為是這樣 他們認為是這樣 這是地星說嗎 對 地星說 所以現在是日星說了 所有星球繞著太陽轉 所以會有不同的結果 所以他把人家去跟那些奴隸講 覺得奴隸不相信 奴隸就自殺了 然後他們就覺得 我與其他要死在一個世界的盡頭 還不然現在就是表情算 能不能自殺 那其實答案現在說不上說地球是遠的 還有一個說法 就是剛剛那個 剛剛 自己也所說的說法 他說假設這艘船 這地球是平的 他的做法很簡單 他說你的臉 他在這個桌上 假設這是一個 地球的話 是平的 我們的船 很遠很遠的地方走過來 他永遠都是一次看到就全部嘛 對不對 那他就拿一個很大的 那個 那個 鋼龜 好 就請對象一下 他在鋼龜上面 就是鋼龜上面 好 因為如果說地球不是 不是 如果是遠的話 你看 我們從裡面看 一看上升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頂端 可以看到全部 好 就是你看到這個 例子 他可以讓他整個說明 所以你可以 他用的方法來人解 就是 他可以說明 地球應該是有弧度的 好 因為地球是圓的 這件事情 不只是有真意的 大家 只是猜測嘛 因為真的看不見啊 你有辦法看到地球是圓的樣子嗎 如果說我們現在太空想見到 外太空就看到地球是圓的 之後 我們沒有能力 對不對 曾經有過 有過一個爭選 他說 有沒有誰有辦法拍到 地球是圓的 栗子 然後你不可以用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用太空船 你不可以用 你不可以說 請太空船 開照地球 你放怎麼樣 然後還幫他們做這個實驗 怎麼做 用一個很大的鏡頭 然後呢 放到很高的位置 放到很高的位置 那其實他用的方法也很簡單 他用一個氣象氣球 他就把整個手機 iPhone 那時候iPhone比較可以拍 就把iPhone放在氣球上面 一直升空 我覺得他應該要農替那個320 那時候沒有 那時候都這樣沒有好 那時候iPhone最好的iPhone3 那時候是iPhone3的樣子 iPhone3 然後他就是 升到不能再升 大概是 30公里左右的高度 然後氣球就爆開 他就掉下來 然後就把那個手機撿回來 這樣會摔壞 那他有簡單的保護 然後 然後撿回來之後去看那個錄影帶 就看到地球是遠 他可以看到那個 遠端是有點弧形 就可以看到那些弧形 那個是人類 不然 不然 所以他可以 可以看到那些現象 我覺得是 現在我們要有機會看到那些現象 到底星球為什麼是遠的 我們以前要想一下地球是平的嘛 你怎麼想說覺得是平的 所以平的就有上下對不對 就有上下 就覺得說 那住在另外一側的 是不是有另外一個世界 所以就想到說 我們在這個地表下面 可能還就是世界 然後叫明界 對不對 在希臘場 可能就是 明界 一個太子流點 這樣子 在上面 然後 對對對 明界 收穩 好啦 然後 接下來是 當西在那個影集裡面 當這次影集裡面 講床吧 當西想猜一下 事實上很多人都說過 然後像我們船 再一直往前走的話 你會發現我們看到 你看到星空長得不一樣 假設是平的 你看到星空跟英文都一樣 你不會改變 你就在一個無形的情況之下 我在這個地方走 我看到的星空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我走一個角度之後 我看到的星空是另外一個星空 這才會改變 所以地球是無形的 就用在正門 所以 地球是圓形的 是球形的 大家可以接受嗎 大家可以接受了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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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地球不是圓形 我們才不會接受 蛤 地球不是圓形 你不能接受 神醫 你知道是嗎 地球不是圓形 如果他心動不一樣 等你就是 就是他們一個平面 他的角度也可以是不一樣 那你會走 你會 你直接你可以走距離 你可以走很長很長距離 那你的心動還會感覺 但是你只要看 都會是整個片點 對啊 你走太遠 你看到是整個片點 其實如果是圓形的話 你看到角度都不一樣 他會不會有看不到星星 對啊 你看到 太遠了 你還是看不清楚 但是看不清楚 但是看不清楚 在真實的情況之下 在目前真實的情況 你不會說我平到一個地方 假設都在地球上面 你不會走到一個地方 他看到的星球會變不一樣 不可能 假設地球是平的 以地球的尺度來看的話 譬如說 地球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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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 光榮 光榮現在算了一遍 70嗎 3乘以10的84公尺是什麼 光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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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秒 一秒可以走 地球的一圈 7.5倍的圓中 2拍 對不對 然後反正是多少 好 這簡單一點 那是約掉的 剩多少 10的7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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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萬公里 所以地球一圈是 4千萬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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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一圈 4千萬公里 地球的半身是多少 光挺多 那是比2拍嘛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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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多少 5 5 4 5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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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百萬公里 公尺 公尺 1千 是公尺 公尺 公尺 就是公尺 600萬 1200萬公尺 1200萬公尺就是 你以這個尺度來講 就算你從這邊走到這邊 在平面上 我講是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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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是整個地球的圓 你就算是圓周 我講 現在講瓷徑 我講瓷徑 對 你從這邊走過去 這整個瓷徑的大小 星球對來講 基本上是不會有改變的 你不會覺得它有改變的 不一樣 但是喔 我從這個地方所看到的星星 那個天理所看到的星星 我只能看到那個 這個120 我知道很多人 對 我剛剛是想說 平面的話 可是你看 我只要走這一小段 我只要走這一小段 我看到的星星 這邊就不見了 這邊的星星不見了 我多數這邊的星星嗎 我多數比較多 蛤 數量不見得比較多 假設在 他在裡面上來講的話 你在 因為星星都怕有 所以你才動 動一點點的話 你怎麼這樣子 你都沒有辦法看到 超過它 對啊 因為這東西 你可以感受一下 就是說 假設 我現在是從立體角度去看的話 好 我們 我們剛剛講的是從 經度的方向 圍住的方向來走 假設從這個點往這邊走 我本來可以看到 這個平面上的星星 不是 我知道你到底要說 對 這感受上 就像我這樣子 隔了一個小時 我看到星星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我在隔一個小時 我看到星星不一樣了 所以他這樣講的時候 我走圍度的時候 我感受到星星不一樣了 假設我們事實上整個地球是一個月 你知道嗎 可以讓他想像 所以這跟直線的真的很不一樣 如果是平面的話 看起來也是很不一樣的結果 所以如果要長時間觀察一個星星 你如果是用相機拍的話 你會需要那個 就是追星鬼的那個 追鬼的那個 可是他會自動 我比較好奇的是 他說跟著他 追著他 是怎麼追著他 你不是說 因為地球會一直轉嘛 然後地球會一直動 對 那你又用 同樣的速度是跟著他 你要看哪個星空 也就是說你要去看 你如果要跟進去的話 你通常想要跟著星空正走進 就在北方 在北方 就在那邊 然後就對著他 然後到北方 所以他一直跳過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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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的轉速 和地球的轉速一樣就好 是這個意思嗎 地球的轉速跟地球的轉速一樣 就是 飛機 你飛機的飛機速度 跟地球的轉速相同 然後方向轉轉的時候 這樣就會停留在 那一片星空 就是地球在轉 你的飛機速度很快 一直往這邊飛 然後就會停在那邊 我還在看星星空 在看地球你傻 你如果要飛的話 因為他剛剛講的 像的星星飛 被我腳的星星在那邊 就點站 我以為感覺上 從那邊直接這樣 往他飛過去 追 還是說 我站在那邊 我感覺到星星在我的左邊 左上方 天丁腳 天丁腳 可能是八十多腳 可是求主 我努力 我努力維持我的姿勢 讓他永遠在這個角度 是這樣怎麼 那這樣方法其實 剛剛廚房解釋的方法就可以了 就是 我用一種 學著叫陀螺儀的東西 不是陀螺儀 它那叫做行星盒 它有馬達 它可以靠 你這樣動嗎 它只有這樣動嗎 它只有這樣動嗎 我幫老師聽 我在拉動動 這位老師很吃 我都會吃 你不可以吃到嗎 吃到吃到 那你吃到吃到 那你吃到看可以關拿的星星啊 不是一定會不見嗎 對啦 一定會有不見 一定會有不見 然後你昨天 你昨天拉貝金回來的時候 就有看到那個 因為我最大畫的 然後就可以看 然後我抽到一張 整個都是星星 超漂亮的 整個都是星星 有 我也搭過一次那個 去美國 然後我們那個飛機是走 會經過北極圈 會經過北極圈 到北極圈的時候 到北極圈的時候 剛好那邊應該算是 永極鍋 應該是永夜 因為我覺得四周圍 沒有到很暗 沒有到很暗 所以從五月 對 對 北極圈會永夜 北極南極鍋 對 然後那個整個 有看到那個 遠遠的地方 那個真的是一個弧線 所以這個五線 它好彪亮 整個四周圍這樣 很幽靜 然後那個 星星超多 整個天空都星星 有看到 不知道死掉了 我看到 在北極圈 在北極圈看出去 可以看星星 可以看星星 有看過嗎 有感覺星星就在旁邊 星星有錯 我真的感覺星星在旁邊 那我昨天就看到 的確有感覺星星是 就是 一開始看得到 後來看不到 對 我那想到 還是那邊更高 還是說那邊真的更高 你講星星看不見 有可能是因為 地球在自轉 你從那個角度 那個角度 這邊的星星就更不見了 不見的是 尾度當然會影響 對 有從北極那影響來 對 最常看到星星不見 就是譬如 晚上的時候 或者是清晨的時候 把眼睛閉起來 我講的是太陽下山 太陽就不見了 太陽就不見了 太陽下山就不見了 好 然後 地球之遠的 當然 對整個地球來講 造成大影響 我們後面再講 氣象都會影響很大 因為 地球之遠的時候 最簡單的是 太陽直射的能量 不一樣 不一致 這大概是很概念的 這樣 因為北極或南極 超出北極或超出南極的地方 因為太陽斜射的關係 會造成其中的 地面上有承受的能量 不一樣 這邊在第三方也有提到 簡單提到 其實你們這一段應該 預習過了吧 我之前講的事情是這樣的 我碰下的時候 預習過了十幾天 就忘記了 我沒有全部忘光 但是我都忘了 這個你們今天拿課本 拜託 下禮拜託 要把這部分的預習一下 你們有預習過 我們比較容易看到 那另外一個是 它這邊有一個講到說 月事透露出地球的外貌 這部分應該 這是要延續部分 不要看得清楚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因為月時 月亮進來到地球的影子的時候 是讓我們可以把影子 投資在月球表面 所以你可以 月亮在前進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看到地球的形狀 可以看得出來 那是 從現在角度 那以前角度就覺得 哦 月亮不見了 這個天狗十月就被吃掉了 那咬的大口一點 咬的小口一點 吃的角度不一樣 所以它就變成從大變小 那所以說 那時候也很難怪 而且 這個技術 基本上你要做到這個技術 你要長 就是你的曝光石要長 而且你要重複曝光 它可以做到這個角度 所以以前的人 也沒這個 沒這個能力 所以說 其實我看那個影集 感受到一個感言是 十八世紀 十九世紀 十八世紀 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 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之間 那個科學家的觀察力非常敏對 他們在記錄事情 搭東西應該更久 搭東西應該幾世紀 十四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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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啦 文藝復興的事情 十四世紀 十四世紀 那如果科學家 他們的觀察力 非常非常的敏對 那看事情 紀錄上很 我覺得很厲害 他們就有能力看到的 他們沒有辦法用 人們會讀的方式解讀的 因為他只是十八世紀 就是 可是你的紀錄不能再變化 可是他們在做的那個科學 對 達文星可能有能力 我覺得達文星可能有能力觀察到 他的印象 他的記憶可以把他那邊記憶起來 好 接下來我們講地球形狀 雖然說我們想說地球是圓的 但接下來就有人在猜測說 到底地球有多遠啊 地球為什麼是圓的 如果以力學的角度 以能量的角度來講 那每邊的壓力都一樣 每邊的壓力都一樣 你說壓力是什麼意思 就是 假如地球的地球 那你 你的 假如 我從 假如地球是個 是個 你從每個點 假如它是部位的形狀 那你從每個點 連到那個地球的距離 你的 就這段距離會不一樣長 對 那你受到壓力就不一樣了 就從這一點受到的地球 地球 你看這一點受到的地球 你就不一樣了 地球不一樣還是壓力不一樣 我們這樣不太準 引力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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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力 所以假如地球長這樣子 為什麼還要這裡 好 那你講壓力不一樣 是哪一點的壓力不一樣 對 引力不一樣 所以假如地球 地球在這裡的話 這一點受到的引力 跟這一點受到的引力不一樣 好 那這一點引力比較強 對不對 這一點引力比較弱 所以呢 所以假如 經過長的時間之後 它應該會變得一樣 強 變得一樣強 怎麼讓它變得一樣強 沒有啊 這很像牆牆過來吧 長時間之後 如果比較強 就會被洗到溫泉 然後旁邊就再有出去了 對啊 如果這比較強 就是一同一邊跑 好吧 是這樣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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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說 就是它沒有相同的話 那你的同一個東西 在兩個點所測透的重量 會沒有一樣 對啊 不一樣 對啊 所以你這樣就可以證明說 地球有多遠 OK 但是 我了解 我了解 但我們可以測量地球有多遠 沒有 可以從這種 重力去測得地球有多遠 但是我現在講的是 地球為什麼是圓的 我現在問題是 地球為什麼會是圓的 因為它以前是液體的 以前是液體的 所以它就變圓的 對啊 就是像你在真空的狀態 它的水力會變得 真空嗎 沒有 沒有重力的狀態 沒有重力的狀態之下 你的球 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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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變得圓的 圓的 圓的 但是 地球以前是液體的嗎 嗯 就是融派 融派 它在整個大態空中 OK 然後在行程的時候就對了 OK 其實應該是的 地球可能在早期 可能是龍龍胎 因為比較靠 也比較靠太遠 不是比較靠太遠 因為 這個行程的時候 你的一些能量 要比較正常 方法像 目前地球來講 地球可能目前來講 地球90%以上 不知道我們是龍龍胎 只是我感受不到 對 我們感受不到 我們質地有表面那一小層 薄薄的一層是固體而已 其他都是龍龍胎 薄薄那一層 還稍微看 不管有說 薄薄那一層 是固 是硬的 其他都是龍龍胎 所以 你是一個龍龍胎的情況下 在一個 宇宙中 在一個受力平衡的情況之下 它就會形成一個球狀 但是我們講的現象 但是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講 陳玉講是對的啊 你所受的引力不一樣 所以它慢慢變成球狀 假設這是水好了 我們剛剛講 假設是水 這是水的情況下 為什麼 假設這個形狀 一開始假設這個 在宇宙中有一滴水 是長的形狀 為什麼它變成球形 它為什麼最後會變成球形 為什麼 為什麼這邊的水會補進來 為什麼 因為它每一點所受的外帶壓力都 你這樣受力最平均 所以你這樣最不容易被整個壓爆 什麼叫做受力平均 就是 你每一個點的受力 就算受力不平均會壓爆嗎 比較容易壓爆 怎麼壓爆你要做 水的可塑性高吧 水的可塑性高 然後呢 所以當它在外帶空出現了 就是在外帶空 把水放到外帶空的時候 你會 它受到 它裡 水裡面的壓力 會 進行的分散 然後因為那個水 它的可塑性高 所以它就進行分散 OK 再想清楚一點 很接近的想清楚 外帶空是有溫泉的 沒有溫泉的 沒有溫泉 但是我的前提還是 外帶空 雖然是外帶空 但是它的溫度可以讓水還是水 不會變固態 所以假設我現在有機會 我不管用什麼方式 譬如在套裝中吐彈 噴 你噴出去那一口口水 絕對不是球型的吧 對 沒有那麼厲害 會噴射的 可是 這個久而久之 這個口水就變成球型了 為什麼 為什麼一出去 本來是個不規則形狀的球 一個水滴 會變成球型的 我們都同意 後面變球型 然後現在講的是 從力寫條座來看 它為什麼變球型 因為球是最完美的個 欸 這個 球體是最完美的個 很懂 很懂 我知道球是很完美 但是 我們要有一個解釋嘛 不然說應該它完美 所以說真的要變球型 沒有 說 如果說外帶空 它沒有那個 它外面沒有那些氣壓什麼的話 嗯 那 它應該會想要 然後又沒有重力的話 它會想要把自己 就是 外面沒有壓力去壓 它會想要把自己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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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大 那每一個地方都想要變大的話 每個地方一起推 就會 所有地方一樣 力道一樣 就會變圓形 欸 可是如果一開始是 就是長成這個形狀的話 它一起變大 一起變大 一起變大 它還是變三條型啊 沒有 不是嗎 我一開始如果是三條型 我同心想一起變大 它也變三條型 因為說它沒有那個 就是它在小腳的那一邊 它沒有足夠的力 就讓它大到那麼大 然後反而是邊邊這邊 這邊比較大力 為什麼 比較低為什麼不一樣 因為它 畢竟它的體積 所以它的體積還是有限 一體體積有限 就是 畢竟它 就是它的 它的體積想要變大 它還是有限 因為它還是一體 它沒有體積 它沒有體積 從三條型變成 圓形的 沒有 假設是從體積的狀況下 呃 球部體的表現機 一定可以的 欸 是的 球隊表現機是最小的 球隊表現機最小的 球隊表現機最小的 球隊表現機最小 對 這是用一個最小面積去維繫 一個體積的一個 最大的可能性 我們要不要請這位同學 上台一下 來解釋為什麼 好 其實 陳昱剛剛講對的東西 我們先想一想 再跳地球 我們現在目前的角度來看 假設呢 我就拿個水管 拿個水管 好 好嗎 我這邊的水比較高 這邊的水比較高 一開始這樣的時候 然後我現在把這邊 塞子拿掉之後 會怎麼樣 你這邊的塞子 左邊會跑出來一點 這會 會想辦法變平的嘛 是不是 會想辦法變平的 嗯 所以怎麼塞子又弄掉 還是又弄了 我只有塞一邊 另外一邊買不太棒 我現在把這邊的塞子拿掉之後 是水位掉 現在是水位的身上 然後刀手為什麼 因為它 這邊也會和空氣接觸 所以它不會受到大壓力 這邊也會有大壓力 所以都是大壓力 而它的水平線就一樣 那原來會怎麼樣 原來如果沒有平的時候 會怎麼樣 原來的情況 原來沒有塞著 所以它沒有接受到大壓力 讓我手放開那一傷 這邊有大壓力 這邊有大壓力 為什麼不會這個樣子 右邊比較大 左邊比較小 右邊什麼比較大 大氣壓力 為什麼右邊壓力比較大 不是啦 這邊的壓力本來是比較 本來是比較小的 你打開之後 我的問題是水為什麼要過來 你這邊壓力本來比較小 為什麼比較小 你本來沒有空間 我只是塞著 這邊還是有一大氣壓 我只是塞著 這邊還是有壓力 可是 可是 你想讓你水 水管裡面的水 從左邊 從右邊跑到左邊的話 那你真的空氣會變大 所以相對它的壓力就會變 好聽 我塞著它的時候 這是我們普通的 我塞著它的時候 這邊的大氣壓力 越小於這邊的大氣壓力 但是我也覺得是 因為它整個水不會移動對不對 對 所以我也只是說 假如你這邊來 這個點來看的話 左邊的力量 不會真的跟 右邊壓力是一樣 左邊壓力跟 右邊壓力是一樣大的 所以它不會動 對 可是如果手一放開 那裡剎那 媽 什麼事情 這邊壓力會比較大 因為這邊壓力 是那邊的壓力 再加上大氣壓力 對 這邊壓力算大一點 所以它把水擠過來 對 簡單來講 壓力在哪裡 這壓力是這一段的水面 高溢差 我們剛剛才講過了 我們在講那個 鹽水的壓力的時候 記不記得 這個高度 形成了一個水壓 所以就這一點 跟這一點來講話 這上面是大氣壓力 這邊是大氣壓力 再加上那個水的液壓的差 是不是 是不是 不是 不是 不過以這點來講話 這邊的壓力比這邊大 所以水會流過來 是不是這樣 水就會移動 對 好 那請問 這個液壓差 這個液壓是來自哪裡 為什麼這個液壓 這液體為什麼沒有壓力 因為它有重要 重量來自哪裡 液心率 沒有錯 所以你以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假設各種是液體 我這個距離跟這個距離 從這個點來看的話 哪邊壓力大 這邊壓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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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或B點 B點 B點壓力大 一樣 不一樣大 這邊還有一個液體 這麼多的液體 你說那個點 這個點 這個點上面這邊沒有 A點大 A點那邊有這麼多液體 是不是 對 可能是你沒有重... 你那時候是有無重力的東西 怎麼會無重液體 液體本身不就有重力 可是你的外來共 外來共液體沒有重力嗎 液體有沒有吃量 有 液體有沒有質量 有 液體的每個分子 自己有沒有質量 有 所以它本身只有引力 有 對吧 這引力再小就是引力 我們講過FMA 怎麼意思呢 這引環的意義就是說 當力量再小 就算它只要很小很小 它就會有加速度 就會移動 對不對 這個引力 引力再小 引力非常非常小 它就是會吸引它 就是會移動 對不對 所以它這邊的壓力 就是比這邊壓力大 所以這個液體就會留下來 對不對 補齊了 補齊到你所有的壓力都是 所有都變成一個很完美的 休息的時候 我這一點的距離 這一點的距離 都一樣的時候 這一點的壓力 跟這一點壓力不一樣 這邊壓力不一樣 都一樣 都能回移動 所以就平衡了 所以它就變成完美的休息 對不對 在 那時差每條快了 我看你眼睛快閉起來的樣子 好 所以在地球時鐘動態的時候 就算是現在還是一樣 地球還是大部分時鐘動態 外面這一殼是一個婆婆的一層殼 就像是水球一樣 水球裡面都是地體 所以 假設水球 這個殼 夠大的話 你用一個氣球 就用一個圓 一個比較長的氣球 你可以打水進去 它慢慢會變成一個球型 當然球型不是因為地體的關係 是因為那個橡皮的承受壓力的關係 那 但是 它 這怎麼講 這個那個好像沒什麼關係 好 算你地體去就不好 拉回來 不好意思 我沒有想講什麼 剛剛那種 我會把它剪掉 好 好 這個 存放在這邊讓我緊張 不好意思 好啦 所以地球的形狀是 遇加之罪的 沒關係 對對對 好 所以我們嚴格來講 地球的形狀是球型的 那我們在猜地球的形狀 到底是不是真的球型的 有不同的說法 對不對 有一個說法就是 或是你腿圓 吃到比較熱 吃到比較熱 然後呢 然後就會比較髒 又比較髒 哈哈哈哈 好 吃到確實是比較 比較 吃到的 確實也比較熱 確實也比較 直徑比較大一點 可是這跟熱骨頭沒有關係 它主要跟什麼沒有關係 甩力 它主要是因為直轉的關係 疑心力 我們現在講疑心力 對 特本也講疑心力 但是就力學的角度來 不能講疑心力 像心力 我一直在想說 慣性運動 慣性運動 其實我們 你們有沒有看過那個 踢足球 真的你踢 都不是足球 但是我現在講 是你踢足球 你踢大力一點的時候 那個足球在旋轉的時候 會看到球是扁的 扁的 有 你看動漫 可以很無顯的看 動漫那是假的啦 所以球也可以 水球也可以 水球也可以 對 會變扁的 可是水球就是 沒有用的話 水球會變兩顆在那邊轉 對 你講兩顆在那邊轉 事實上就是 我們現在過宇宙 你會看到 有個雙 雙子欣賞 在旋轉 那意思是一樣 事實上現在地球跟月球的關係也是一樣 只是我們現在角度都會說 我們現在角度說 月球到了地球轉 實際上 實際上是怎麼樣 鬥在轉 鬥在誰轉 鬥在誰轉 中間 中間是哪個中間 兩個中間 那個中間在哪裡 比較靠地球 事實上那個中間在地球裡面 所以就比較靠地球 對比較靠地球 這個 這個表示月球 這是地球 這兩個的執心實上還在地球裡面 以地球的執心 實上還在地球裡面 地球的執心 質量太大了 所以簡單的 我這樣講 你聽懂我意思嗎 有 它本來以為我們是到 月亮到地球轉 所以我們講說 月亮是到地球的執心轉 事實上不是的 是讓月亮與地球都到的 共同的執心轉 那個執心在地球的內部而已 就是說 假設這是地球的內部 地球的執心在這裡 月亮在這裡 它重心在這裡 它上上的重心可能在這裡 所以是它到這個點轉 它也能到這個點來轉 都是一樣 這是雙子心的概念 好 那我們在宣傳的時候 為什麼會變扁 為什麼 解釋一下 李心力的角度不好 好 課本上講理心力 但不要不理心力 解釋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會變扁 學年 我們的心情 快點 就是拿一個A 趕快解釋清楚了 加一點好了 快點 來 快點 我都還沒跑過了 解釋清楚 就是慣性啊 慣性怎麼樣 所以想辦法 做圓周運動 然後咧 然後可是因為 它不會分離 所以 它可以強制轉彎 但是它還是有往外的力量 然後周圍內線都是這樣子 所以這比較 扁一點 有沒有誰要補充 都是反對的 假設它是這樣轉的話 那它做 它的那個 它的 直轉的那個軸會最大 就是 欸 像 的那個 冠心會最大 為什麼 因為它這樣做 他太困難了 冠心 跟誰有關心 跟冠心 為什麼 冠心明明跟冠心有關心 為什麼 冠心 你跟誰有關心 你幹嘛 你幹嘛 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你猜負 猜負 忠心 關心看誰 關心 還沒猜到 關心看誰 熊安做什麼 熊安沒有肯 是嗎 哦 删 servants 沒有嗎? 沒有 這個是什麼? 不是綠竹喔 為什麼? 搞不好是神域喔 不是 神域 說人者人人說之啊 是 神域常人 神域的 不疑 不疑 剛剛 剛剛 我們比連結識一下 這個會變胖的原因 我覺得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 那你們說我看他剛說的什麼 我剛剛指的意思是說 那個 我想一下 對啊 冠元解釋的沒有人聽得懂 所以冠元這樣不能算 冠元再解釋清楚 冠元 不是冠元 你們都有元 真討厭 那冠元解釋完的時候呢 冠元要提出另一個說法 他說的一個慣性 他說因為在圓周 所以慣性比較大 可是我要問他一個事情是 慣性到底跟誰有關係 我們講到說物理量 慣性跟誰有關係 來 之前是個邏輯性的問題 是個邏輯性的問題 質量 對的 質量 質量 F等M要告訴我們另外一個關係 就是說 M 質量表現什麼 質量就是慣性 質量越大呢 它越能保有它越能慣性跟能力 手受的力一樣的時候呢 質量越大它加度越小 表上它越小我也是越能慣性 所以 為什麼叫 質量上一種慣量 它是維持自己原來慣性的一個量 所以質量跟圓周 跟它手指的角度 位置都沒有關係 OK 所以由此而言 同意嗎 此般 求你的慣性最強 誒 是這樣子嗎 說不定是存方嗎 默認了 默認了 我怎麼了解 假設說你的球是這樣轉 是 那你的 圓周要轉的最圓 圓周轉的最圓 轉的最大圈 是轉的最大圈 所以假設它全部都要做到等數的話 那它的那個點都要轉 誰跟誰等數 就是整個球 你要看起來轉的 一樣快的話 那它就要轉的更好 OK 變成它轉的更快 所以它的速度比較快 跟它的加速度 也會可能 什麼加速度 蛤 什麼加速度 它在跑路 它跑的時候 是等速度還是加速 還是有變速度 是等速度 等速度 事實上它不是等速度 這個圓周每個點 都不是等速度 是吧 為什麼不是等速度 這圓周上每個點的運動 都不可能 有變方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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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變加速度 不能講變加速度 不能講變加速度 這有名詞 它都在旋轉的時候 它每個點上的速率是一樣 這就是等速度 圓周運動 它的 旁邊的點上的速度 我們不會說速度相同的 因為方向它改變 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說它有一個加速 你叫什麼加速度 變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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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則加速 天啊 你們的故調色是誰 不是啊 原則也啊 真的是 怎麼會這樣子呢 怎麼突然又在講原則 它是一個變加速度 但是它不能叫變加速度 都要是變加速度 它已經是變加速度 我跟你講 我不是變加速度 這個有受中正的一個加入 基本上的一個速度 本速率 不能這樣講啊 它有特殊名詞 叫做什麼 變向勤的變加速度 會改我最好 它叫做向心向速度 沒聽過 沒聽過向勤當度 這是一個名詞 名詞不代表白的 沒聽過 問鼻炎鼻炎 鼻炎你有沒有聽過 沒有 沒有 沒聽過 你們不能沒聽過啊 你們高生 你們國生才剛講過的啊 哦 國生在幹嘛 對嘛 國生在幹嘛 你沒有講過啊 我沒有講過嗎 有啊 我都沒有講過 我都沒有講過 我說這東西 這樣運動的時候 我說這樣運動的時候 為什麼他剛才轉變 因為 每個人會記得 每個人相信你 對呀 他有向圓心的力量給他嘛 向心力 之所以力就有什麼 舒服 有力就有什麼 加速度 向心力會產生什麼 加速度 向心加速度 對不對 這怎麼可能沒有講過呢 好 所以 鼻炎講得對 對 所以圓周的地方 越靠近赤道的地方 他的向心加速度越大 沒有錯 所以他的關心會比較大 為什麼想要加速度大 他的關心會比較大呢 因為磁量一樣大的狀況下 他會甩的比較大 他的關心會比較大 你可以說他手受力比較大 但他不是關心比較大 關心跟他加速度還是沒有關係 那他加速度沒有關係 他加速度比較大 他加速度比較大 他手受力比較大 沒有錯 手受力比較大 所以呢 手受力比較大 所以 所以他會比較大的表面 急需去平均他 所以他的甩力更大 他往外甩的力比較大 你這個地殼表面收不住啊 收不住他的時候 他就往外膨脹了 他往外甩的力 他被甩出 他一直往外 他的手受力比較大 他更大力限制他的運動 那更大力限制他的運動 他沒那麼大力的時候 他就照往外膨脹 就是 吃到比較胖的原因 好了 現在下課 先 早餐